我看起來長輩們的 面部表情 表情 裴姐也是吃到農藥 妳剛剛吃臭菜都沒這樣 這個很像吃 這五味 就這五味炸成的好怪的感覺 為什麼要皺眉啊 亦凡 而且吃到醬汁甜的 然後你吃到後面 因為它會串出那個 生蒜的那個嗆辣 還有海苔的那個氣味 然後跟海苔的鹹是 完全不搭不同世界的人 可是妳這樣都可以吃 麗菁姐 妳是快哭了 好難吃喔 好難吵心喔 我真的吵架 為什麼這邊沒開眼笑 我覺得很好吃耶 妳覺得很好吃 對嗎 是好吃的嗎 因為我平常是不吃大蒜的人 我這樣吃 就它大蒜味會講真實的話 大蒜味超濃的耶 我沒有拜託 最後還要咬一下那個大蒜 跟著那個臉 玉琳哥的臉 我覺得裡面包香腸比較好吧 怪怪的 而且它三個口感很奇怪 大蒜是很脆 香蕉又很軟 然後海苔又咬不動 那三個不知道是什麼 志祺 妳覺得OK嗎 太多了 對啊 妳看嗎 如果這兩個要我選 我會選那個 真的 對 它的那個食物 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們分開還是會比較好耶 對... 好像沒有必要合在一起 還是把這一碗 包在剛剛那個... 那個蔥菜裡面 受不了了 來... 我們拿一點正常一點的 對啊 這兩個都有點失敗 佳琴姐帶來古早味啦 對啊 豬有半飯 這就會了嘛 豬有半飯 只有這個可以跨越世代的紅溝啊 真的耶 豬有半飯誰都可以 對啊 老少都愛 可以吃嗎 台灣著名小吃 而且要來台灣都要吃的 必吃的 對 台南的這個名店 而且要排隊 這個排隊才真的就值得了 而且它還有蛋黃耶 排隊要排多久 一個小時起跳 蛋黃這個... 真的... 你不就把它攪拌一下 對 而且它的這個油蔥酥 炒得非常的酥脆 酥脆 很香 好香喔 看起來很像是肉鬆 它其實油蔥酥在上面 這好口感喔 好好吃喔 而且你看這個飯粒粒分明 這才是美食啊 這才是米其林 對 好濃郁喔 這個的靈魂就是在它那個豬油 對 這個豬油以前我小時候 我媽媽都自己煉 然後那一整鍋就剩下那個 豬油已經變成就乾乾的 這個要留著 這個 那個豬油剛剛好好吃 對 很好吃 越簡單的料理 它就越需要蒸工夫的 對 而且你會覺得 這麼簡單只有蛋黃 然後這種豬油拌飯 可是你吃完你就會很有幸福 上面那顆聖蛋黃是滿有特色的 因為一般 豬油拌飯上面好像不會加蛋黃 會加荷包蛋啊 吃起來很甜耶 就是把那個甜味都散發出來 你們年輕人覺得OK嗎 超酷的 超酷的 太完美了 老闆從台南來到現場 好 一大早我做糕點喔 好酷喔 然後為了我們節目 陶吉這個在家開多久了 我們開五六年喔 五六年了 好 看著都大台長樓這樣 對 只要假日一定都一個小時以上 一個小時 你記得我們每一張點喔 我們去麻煩 從後門幫我們帶進去 沒問題啦 因為我們的辦法排太久了 對 我知道 對啊 我跟你講老闆非常無私 你知道嗎 獨門逆方大公開 哇 什麼 怎麼樣 逆方啦 逆方啦 就 避重就輕的講 要不然喔 你們可 就特選的醬油嘛 然後就是 每天 而且它生雞蛋其實有些 為什麼雞蛋要這麼講究 對 因為食安的問題 對 所以這個東西 每天都一定要 牧場食動 對 但是生雞蛋 頂限內用是嗎 比較希望是這樣子啦 可是還是有一些顧客 他可能會 希望他要外帶 是要生雞蛋的部分 那我們還是要跟他講 要儘快食用 OK OK 好好吃喔 人家吃這個 他的嘴巴會有黏黏黏的感覺 我們店裡面除了賣 豬有拌飯 還有賣什麼 烤肉啊 烤肉也有 烤肉 好 這個當然喔 旅遊喔 那個必吃的美食 旅遊拌飯 非常厲害 老闆非常的辛苦 對啊 謝謝你們帶來 這麼好的美食 OK 謝謝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厲害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